宗明报税专题报道,中央社记者邱博盛台北二一日电,五月报税即将到来,会计师整理出今年宗所税申报六大变革,包含 免税额,所得及据与退职所得课税门槛调高,基本生活费不课税,以及公益出租人可享每月租金收入免税额亿万元 免税额调高安永,EY,会计师林志祥指出,所得税免税额及课税及据与消费者物价 指数,CPI,较上次调整年度指数上涨累计达3%以上时,将按上涨幅度调整 因此民众今年申报民国106年度综所税时,免税额已从新台币85,000元调升至8万 8,000元,满70岁以上,免税额则由127,500元调高为132,000元 课税及据调高原先所得净额在52万元以下,适用所得税率为5%,今年调高为54万元以下,超过54万元,121万元以下 试用税率12%超过121万元,242万元以下 试用税率20%超过242万元,453万元以下,适用税率30%超过453万元,1031万元以下 试用税率45%,各税率及据调幅,分别为2万元,4万元,7万元,13万元及31万元 退职所得免税门槛调高以一次领取退休金者为例,退休金总额在18万元乘以退职时服务年资的金额以下者,所得额 为0,一级工作满20年退休的上班族,其一次领取退休金的免税额为360万元,18万F20年等于360万 至于分期领取退职金的民众,以全年领取总额,减除78万1千元后的余额为所得额 换言之,退休族的全年月退奉累计为超过78万1千元,且无其他来源所得,就不用申报综所税 基本生活费不克税而为配合,纳税者权利保护法,上路,基本生活费将不克税 因此民众在申报106年度综合所得税时,如果加付,基本生 活费所需费用,每人16.6万元,超过所得税法规定免税额,一般扣除额及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和计数,得自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 安侯建业,KPMG,会计师尤雅杰举例,纳税义务人一家六口,与配偶中仅一人有收入,年薪为150万元,令抚养两名为成年子女及两位年满70岁直系尊亲属,其基本生活费为 99.6万元,16.6X6等于99.6,采标准扣除额后相关扣免额为92.4万元,则纳税义务人可自综合所得总额中减除7.2万元,99.6到92.4等于7.2 增加综合所得税声明事项表,另外纳保法也规定,纳税义务人报税时有应揭露的事项 应将事实与金额令填报,综所税声明事项表,并检附相关证明文件,EF申报 公益出租人租税优惠因应新版住宅法,公益出租人,制度,房屋所有全人出 租房屋做公益使用,或租给领友政府租金补贴的成租人,可享租税优惠 林志祥表示,公益出租人的租赁所得,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税额度,以不超过1万元违限,再减据扣除必要损耗 集费用后的余额为租金所得,住宅出租期间的租金所得,若无法提具确实证据,可依租金收入的60%计算 编辑,林梦汝,1070421延伸阅读,首报足注意去年所得30.6万元以下年报税延伸阅读 报税前停看听这8种错误小心别犯延伸阅读,马克报税不在卡卡财政部,最快只要5分钟